我現在就要來介紹我這幾天買的戰利品 就是昨天我跟我媽去買 這個牌子是DA加PP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天我們剛好去百貨公司看 他們都打超多折的 那這件衣服它是打七折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的質感 因為它摸起來質感是還蠻好的 秋冬的時候可以穿 然後就是蠻好一點 身材就會看起來很好的樣子 而且這牌子在泰國也是流行超牌吧 做功課的時候是沒有做到啦 我不知道這個牌子是什麼 但只是我們剛好去的時候 看到它一個非常大的一個sell在那邊 它是一件算是洋裝 然後這個是雞皮的材質 也是質感蠻好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泰國二三十度 我們一回台灣10度以下囉 所以我就是買一些比較秋冬的東西 在泰國買好便宜喔 這個是打... 這好像也是打三折 然後買下來 這一件也不到一千塊 我們到泰國的時間大概是二月初左右 然後很多百貨公司很多品牌都是在打 這兩件衣服真的是還蠻誇張的 像這件 它是長版的運動腕套 然後穿起來應該是會蠻帥性的這種 恩... 不喜歡穿看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穿過 它大打折所以其實是不給人試穿的 然後就是長版的 穿起來會還蠻帥的 這件外套它原價是三四千 我忘記了 買下來一千出頭而已 它也是個還蠻有... 蠻有質感的外套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這件是算亮面的百折裙 那也是JASPO的 因為我之前有一件皮裙 只是它被我洗壞了 所以我本來就想要找一個替代它的裙子 那這件就跟我這件皮裙蠻像 只是它就是更長一點 那這個材質... 這個材質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其實它也是個會反光的材質 那看起來是百折的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形容它 那這件...我忘記它多少錢了 1995、5、600而已 再來我要介紹什麼 我想一下...好 眾多的零食 網友都有介紹來泰國必買的花生 那我買了幾種口味 這酸辣 酸辣的蝦子味的芥末味 芥末味就是很好想像啦 只是酸辣...泰式酸辣味 應該是泰國的... 蠻特別的一個口味 大家知道我來泰國就是一堆 因為長輩們以我待遇 然後... 椰子糖 都是超級便宜的 這椰子糖好像才二、三十塊而已 超便宜的 然後那麼大包 剛剛講的這一切呢 都是在美甄香買的 美甄香真的是蠻便宜的一個地方 然後跟... 就是人家說來泰國一定要買的... 蜂蜜 但是因為這些東西我都還沒吃過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告訴你們 到底好不好吃 那等... 之後你們看到影片之後 記得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就可以告訴你們到底好不好吃了 海苔捲 也是泰國必買的 那這些海苔捲啊 然後一樣的是榴槤桿啊 菠蘿木桿啊 這些東西 後面的我都是在... 當地的超級市場買的 美甄香比較便宜 真的有差 所以說你們真的... 真的剛好有逛到美甄香的話呢 就大部分的貨就在那邊掃 除非你們沒買到 再去外面買 價位真的是有差的 媽媽超愛買的東西 我媽就是愛那種榴槤桿啊 芒果桿啊 然後榴槤糖啊 要帶回去送人 泰國好像還蠻有名的 手錶紅茶包 紀念品 它的木頭盤子 不知道我可以買回去幹嘛 可是它好便宜 這才150塊泰鎚而已 感覺它還蠻有質感的啦 可以拿來擺一些小飾品什麼的 泰國算是蠻有名的美妝品牌的眼線筆 跟睫毛膏 我都更買兩個 等我試用過之後 再跟你們說 因為我目前呢 介紹的 當地的東西呢 我都是還沒有開過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只是網友大推 所以這也是我的戰力品質 它是一個禮盒 沐浴膠跟body lotion 然後它這個味道 是比較像lenshin衣草味道 它算是放鬆的意思 然後這也是我買來可以送給 送給朋友的禮物 護手霜 這護手霜呢 味道也是聞起來蠻天然的 然後也是可以拿來當小禮物送給人 百貨公司它外面也都會有一些小攤子 捏小攤子其實非常的好逛 就是可以看一些他們的小視頻 這一個耳環 大概39塊泰銖耶 有耳環 然後有戒指 有手鍊什麼的 然後緊鍊什麼的都有 然後它是任挑三樣 100泰銖 只是因為我不太喜歡帶那麼多飾品 所以我就是挑了一個 比較可愛別具的彩虹 造型的肥皂 那我買了 玫瑰的跟 一個棒棒糖跟一個花 然後他們都有各的 各有各的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這個聞起來 好我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我只是覺得它非常的可愛 那當然 你們影片看了那麼久 我還是要回饋你們一下 只要呢 你們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在留言下方 tag你三個朋友 跟你按這個影片 有按讚 然後當然也要訂閱我們 跟按我們粉絲團讚 我會隨機抽出三位 然後送給你們一些小禮物 那我會送這兩個造型的香皂 跟大哥花生 我們抽獎的話 就是照著你們留言的順序 你們誰先留言 就可以先指定你們想要哪一個禮物 那我當然禮物下面 我寄送給你們的時候 還會有我自己的抽寫小糖片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跟在下面留言 不要忘記抽獎喔 掰掰